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以来大连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激发科技创新第一动力 沈阳市在大范围开展的揭露更新 和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和建议 在推进民主民意方面做出了有意探索 构建市级统筹 县级落实 乡镇实施的工作机制 我省全力打造县乡村一体化疫情防控 和救治体系 直通市县越动辽宁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欢迎各位的收看 宏伟蓝图已汇救 砥砺奋进正当时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启动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动员全省上下大干三年 奋斗三年 以新迹象新担当新作为 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国省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将咬定目标 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 只争朝夕 把会议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和务实举措落到实处 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开好局 起好步 大家表示 要拿出辽老大特有的骨气 底气 智气 握心长胆干三年 甩开膀子拼三年 奋力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 辽宁振兴的辽审战役 省委提出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辽宁要冲振雄风再创辉煌 这确实是我们共同的心生和夙愿 我们一定会紧紧地盯住高质量项目和有效投资 努力提升自己做好经济工作的动力和能力 以建好100个左右一流学科 1000个左右一流专业为着力点 推动高校 深化产教融合 科教融会 培育一流人才 产出一流成果 为实现辽宁振兴振兴发展新突破 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例如安三 资源 产业去为优势 科学谋划民间经济工作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展 抓项目 进企业 谨难题 专项行动 为企业办实事 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丹东将全面振兴新突破三件行动 落到具体项目上 积极谋划一批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项目 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和安全等各项工作落实 长兴岛要全面融入到辽宁新时代辽审战役 这场大会战当中来 快速推动恒例拒止科技园 大石化搬迁等系列项目 积极推动方厅产业链 西厅产业链延伸发展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围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确保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 进行了系统谋划和部署安排 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 深入贯彻会议精神 认真研究谋划明年的工作思路和举措 着力抓好产业链招商 聚焦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及健康 精密住家文旅康养 数字经济等九大重点产业 持续推进重大项目投资落地 发挥良药石化投资企业的带动作用 推动石化产业强烈 延炼 补炼 加快推进良药石化 以新能源号达表改造 年龙66等重点项目建设 强化科技对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支撑作用 促进产业链 创新链 人才链 三链融合 在新材料 精细化工 高端装备制造 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 种源创制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持续优化中欧班列网络布局 将辽港打造成为 面向亚洲 连接欧洲的陆海枢纽 助力辽宁高水平对待开放 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把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摆上更加重要位置 以更高标准深入打好 蓝天 地水 净土保卫战 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首战即决战 大家表示 将以不达目的不罢究的决心和干劲 以确定性的努力 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在大有可为的重大机遇面前 埋头苦干 团结奋斗 一步一个脚印 把习近平总书记 为辽宁剥话的全面振兴蓝图 变为现实 我们具备自贸实验区 双中宝区等开放平台 正在全力地推进 金融出力贸易 新型离岸贸易 国际汽车贸易 三篇自贸文章 全力开辟对外开放的新路径 探索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 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 八大特色产业 计划全年实施 技术改造项目220个 采取鱼骨图 横道图的方式 对项目重要建设节点 进行全流场调度 精准化服务 我们讲提前消费信心 高与目张抓发展 集结打造 朝阳目中街和灵远百合街等 特色消费载体 银浴 京东电商 西商物流等消费链条 丰富汽车零部件等 转型基地和出口贸易业态 坚持创新生态 创新平台 创新人才三位一体推进 全市明年计划 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0家 高新技术企业80户 建设中市基地10个 柔性引进20个博士团队 帮助企业技术攻关 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 降低合规企业的通关成本 深入创建 辽宁首家外贸 一战式窗口新模式 搭建畅通的国际贸易物流新通道 让更多的商品 从辽宁走向全国 运马世界 聚焦发挥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职能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 优化投资结构 确保明年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确保全面进行新突破 三年行动开好局 起好步 今年以来 大连市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激发科技创新第一动力 通过拓平台 强主体 引人才等举措 持续增强科技创新测源功能 加速迈入全国创新型城市第一方阵 年终岁尾 硬戈石科学城建设不停歇 辽宁滨海实验室和黄海实验室 两个项目 比邻而居 你追我赶 加速从施工图变为样板间 明年底建成后 将由刘忠民院士和甲镇原院士 分别牵头 开展清洁能源及精密制造领域研究 大连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举全市之力 加快建设鹰戈石科学城 一年来 鹰戈石科学城建设热潮持续 国科大能源学院建成投入使用 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 先进电子数测试平台 鹰戈石科学城新一批实验室 辽宁 滨海 黄海实验室等 近20个高能级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平台 陆续开工建设 要把鹰戈石科学城建好 我们规划了大概1000多个实验室 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 吸引高校参加教育科技创新和人才 这三位一体 此外 大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 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 今年编制完成 加快推进国家自创区和高新区协同发展 大连市政府与大连理工大学签订 市校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每年拨付3亿元支持双一流建设 支持辽宁实验室建设的配套措施出台实施 每年给予每个实验室1亿元资金支持 新认定市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20个 高新区在全国率先开展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 取得良好成效 下一步将在全市推广 雏英 邓玲 独角兽 领军企业 梯度培育工程实施 聚焦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出台9条 真金白银的支持政策 从去2021年到2022年 现在阶段 我们已经累积兑下了两个多亿的资金 从这个产业的人才增长方面 然后我们包括这个高成长企业的奖励 然后包括科技金融这个贷款贴息 为有效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今年大连市出台了新联英才计划 及15个配套实施细则 重点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 青年科技人才梯队建设等工作 全年设立支持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200项以上 大连市领军人才刘宗浩的全凡液流储能电池技术项目团队 获得了400万元的研发资助 今年大连市多项科技创新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探索优化科技项目接绑挂帅机制 组织实施市级接绑挂帅项目9项 省接绑挂帅项目大连市企业承担项目35项 推动卡脖子和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攻关实现突破 大连市人才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实现人才对象申报政策一次不用跑 急深急响 事务性工作料压减90%以上 成功举办第11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即第8届大连市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企业同比增长23.2% 大力开拓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科技企业获无抵押贷款授信65亿元 通过科技招商成功引进两家基金公司 述说2022 2022年全市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新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分别增长36.6%和38.2%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3.02% 技术合同成交额预计达到380亿元增长19% 再联高校院所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达40% 全市18人获得202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占全省总数的72% 创历史新高 如何在政府的工作中落实民主 如何在民生实质中体现民意 是城市治理中的关键环节 今年 沈阳市在大范围开展的揭露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和建议 在推进民主民意方面做出了有意探索 银杏路是沈阳市苏家屯区有名的美食一条街 经过今年的改造 不仅路面宽敞整齐 道路两旁还新栽了不少银杏树 真正实现了路如其名 不过 改造前 这条马路的出行状况远没有这么理想 以前情况就是门口都全是积水 然后就是影响我们店铺省 然后那个就是顾客往里走 根本走不进来 满脚打你 然后我们就反映这个问题水排不出去 与传统的道路改造 更注重路面修整不同的是 这次改造中 城建部门充分征求了沿线居民和商户的意见 因而改造的内容更加丰富 也更加务实 老百姓主要是提出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就是下水 雨水排水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再倒灌 第二点意见就是停车 第三点就是这个安全 行人安全问题 我们充分结合了 记录更新的两优先 两分离两关通一个理念 在设计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了老百姓第三点意见 严幸路改造施工期间 施关社区的党委书记张立 也时刻关注改造进展 他发现部分路口的井盖没有处理好 容易寡蹭车辆底盘 就赶紧把问题反映给了相关部门 一共是九条街 那个路口没有先进好 还有点又覆盖没有盖上 反馈之后就是承建局领导 非常把这放在心上 利用三到五天的时间 把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 揭露改造从工程设计到进场施工 再到完工后的维护保养 居民在全过程中都能发表意见 并监督实施结果 这样的做法大大激发了居民参与的热情 去废弃过程房一点设备没有 什么也没有了 就是这么检查的 老百姓就把那过程房当成散布了 把他拔了 拔了以后呢 给老百姓建设这个建设的一个场所 开开心心的 把家里的一些什么 有一些烦心事啊 不开心的事啊 和里里之间有什么矛盾啊 大伙都能坐在一起 那个互相的交流心 把那个沟通 沟通想起办法 把这问题都解决好 有的时候 你像社区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有邻居们在这里 他们之间你协商 协商以后 然后有一些好的建议会跟我们社区提 然后我们也会向我们的上级反应 然后这样的话 给居民一个就是 能够提出自己意见的一个平台 把问虚渔民 问记渔民 问正渔民 落到实处 真心实意地鼓励群众 说实话 出主意 这样的势力 在沈阳各地层出不穷 如今 居民把城市的事 当做自己的事 把大家的事 当做自家的事 积极主动 参与城市治理 已经蔚然成风 全过程人民民主 它的很大的一个特性 一个特征就在于这个全过程上 大到国家立法决策 小到我们计算的邻里之间 我们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 来加以解决 重大决策实施前 和决策实施过程中 我们的人民依然享有充分的权力 就关心的问题 关注的问题 进行协商 就共性问题 达成一日一见 随着元旦和春节临近 人员流动明显增加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面临压力和挑战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 农村地区疫情高峰 我省不断压实属地责任 构建市级统筹 县级落实 乡镇实施的工作机制 形成现乡村一体化的防控和救治体系 我省正在建立重点人群管理台帐 利用农村地区 尚未达到疫情高峰的窗口期 继续采取老年人疫苗接种绿色通道 流动接种车 下乡进村等措施 推动农村地区老年人疫苗接种 夯实免疫屏障 同时强化医疗物资供应 确保医疗机构不断诊 农村药品不断供 进一步畅通连锁零售 发热门诊 以及平台购药等配送方式 切实解决好 用药治病最后一米问题 全面提升分级分类服务能力和水平 发挥现役医供体支撑作用 加强重症监护 传染病防治扩容和能力提升 牵头医院组建 由呼吸科、儿科、重症医学科 中医科等相关科室 组成的专科救治团队 目前 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均设置了发热诊室门诊 应设尽设 应开尽开 通过上级医院派驻医师 招募近五年内退休医务人员 及增加临聘人员等方式 快速扩充了 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队伍 确保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正常开诊 近日大连市旅顺口区启动了西入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目前正在辖区内的三个击重点展开试点 具体情况怎么样 我们去接种现场看一看 记者看到西入市新冠疫苗准备工作非常便捷 把疫苗药品注入雾化器内 按动开关进行雾化 十秒钟后整个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接种者先深呼一口气 然后口含雾化杯吸嘴深深吸气 憋气五秒钟接种就完成了 我觉得非常好 比注射简单 也不用妥衣服 整个感觉就是说 没什么特殊感觉 这是一般的空气嘛 没有味道也没有什么阻力 非常舒服的一个过程 我特意给老伴过来 保持足够的和老伴的身体健康 据了解 西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暂不用于基础免疫接种 适用18岁及以上人群 对于已完成基础免疫 已接种两剂次灭活疫苗 北京生物科兴 武汉生物满三个月的人群 可接种一剂次吸入用新冠疫苗进行加强免疫 对于已完成基础免疫 已接种一剂次康希诺生物线病毒载体 新冠疫苗满三个月的人群 可接种一剂次吸入用新冠疫苗进行加强免疫 疾控人员介绍 吸入式新冠疫苗的禁忌症和注射式疫苗是相同的 对疫苗成分过敏的人群 发热期人群 以及脉性病发作期人群 妊娠期妇女都不能接种 月前 2022中国化工园区与产业发展论坛 发布2022最具发展潜力化工园区名单 大连长兴岛西中岛石化产业基地 位居第二位 连续八年进入榜单前三位 近日朝阳川州500千伏变电站三个阶段投运任务顺利完成 朝阳川州500千伏输变电系列工程 是我省当前建设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配套枢纽工程 2021年11月开工建设 项目总投资12.7亿元 变电总容量3600兆伏安 日前 位于葫芦岛隋中县的侯山水库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侯山水库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水库总库容1.6亿立方米为大二型水库 12月26号零时起 中国铁路沈阳局实行2023年一季度列车运行图 条图后 沈阳铁路开行旅客列车298.5对 开行货物列车1185对 较线图增加19对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赵顿 我是唐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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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